這個講法其實是混淆視聽啊 來到今天 林淑貞變成了受害者嗎 真的是天大的笑話 今天要不是他是趙偉 還有今天的這個臨時的議程 為什麼要開會 今天他沒來 我們怎麼知道說 他不是因為抵擋不住壓力 在唱雙簧啊 更不要講說 我們今天早上 其實我們昨天晚上 也來慰勞我們絕食的勞工朋友 我今天我們來八點半也到 我們到了上面 他們是霸佔主席台 癱瘓意識 讓今天會開不成 但是開不成的結果是什麼 就是禁負二毒 禁負二毒就是讓我們也沒有辦法 讓我們的在座的所有 在靜坐絕食抗議的勞工 能夠到上面去 講他們的訴求 今天面對這樣子的狀況 不管是時代力量 或者是民進黨的委員 都還在會搖視聽 在創雙簧 我覺得真的是非常的悲哀 今天我們國民黨 站在勞動 還有親民黨 我們其實都站在勞工朋友的這一邊 我們已經通過的 在委員會已經通過的 就是一修二令的版本 我們希望能夠進步 二毒跟三毒 今天我覺得我們是革命 上會成功 同志仁需努力 大家不要被他們分化的伎倆 去破壞我們的團結 謝謝大家 好 就是像這位講的 國民三位成功 同志仁需努力 但是我們不知道 我們跟國民黨 如何進行團結 以過去的歷史來看 我們這必須要講 一立一休也好 這個休息日的概念 國民黨 這個時候是來操作的 這個週休二日 以四十公尺來假裝是週休二日 其實陳雄文就在做 七天假的砍掉 陳雄文是罪鬼或什麼 國民黨過去 壓迫台灣的 跟政商關係好的人 一起壓迫台灣的勞工 其實大家都是有目標的 我們並不是說 現在國民黨 就是注定的要來欺騙勞工 要來出賣勞工 但是我們真的不樂見 國民黨繼續重蹈過去的覆轍 所以我們過了一段檢驗 我們剛剛固條寫得很清楚 七天假 七天假要不要還給勞工 要不要真正落實 真正的週休二日 這是我們勞工 血量眼睛要看 所以我們今天呼籲國民黨 如果真的要站在勞工那邊 就把七天假還給我們 大眾準備 所以我們接著就去看下去 接著我想請親民黨黨團也到現場 我想跟大家說明一下 各位勞工朋友 然後我是親民黨的立法委員陳怡潔 那今天代表親民黨團在這裡 因為雖然親民黨在外皇委員會 其實是沒有委員 但是其實我們對於勞工全力的派會 其實你的親生我們也都聽到了 那基本上我們在這裡重申 我們就是支持要反對 就是刪除七天假 七天的國民家人 還給勞工 並且縮短工時 然後支持勞工 全邊週休二日 那對於今天 民進黨的委員沒有來交開會議 以及時代力量 爆戰主席台 不斷的在說明他們5點半就在那裡 其實這樣的一個做法 我們其實是不能認同 因為這個不是政治做法